当我们生活中,有些事情是需要与其他人分享的,这叫做公事 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的私密,不需要对别人说出去,这就是私事 在朋友之间,秘密是非常重要的 朋友之间要互相信任,分享彼此的秘密,这会让友情更加深厚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要承担保守秘密的责任 当我们觉得保守秘密比泄露秘密更开心的时候,这代表我们在变得更加成熟 但是,在现实生活中,秘密真的能保守吗? 大多数人会告诉别人他们的秘密,然后请求别人不要告诉其他人 但是秘密通常很难保守,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炫耀自己知道的秘密 这是一种显示自己很厉害的方式 泄露秘密是人类的弱点,每个人都想显示自己很聪明,所以经常会揭示别人的秘密 就连谈经中也说,弟子听完老师的教导后,还想知道是否还有更深的秘密 这说明大家都想探索秘密,这是人的天性 有些人喜欢探索秘密,而有些人则害怕卷入秘密中 因为知道别人的秘密,有时候会带来麻烦,甚至害了自己 所以,避免涉及别人的秘密 不乱说别人的秘密,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保守秘密的真谛在于,我们要懂得什么可以说,什么不应该说 对于自己的秘密,我们不需要特意告诉别人,这是一种修养 而过分宣扬别人的秘密,则是不道德的表现 所以,保守秘密是一种高尚的品质 这会帮助我们和小伙伴建立更深厚和可信赖的友情 而且,当我们能够保守秘密的时候会感到非常快乐